看看这次我国官方发布的东风26的首次发射画面就知道了 而对于这一次主动曝光的发射画面 中国的真实意图也引起了外媒的猜测 毕竟现在中国实力并不弱 而且发射的还是让西方国家都有所忌惮的东风导弹 究竟是有什么意图呢 其实我国此次的目的很简单 一是因为对于东风导弹 其他国家还有很多是怀疑态度的声音发出 对于东风21D以及东风26是否能够打中航母表示巨异 特别是能否对几千公里之外的军舰进行准确打击 这一举动无疑是用行动证明了东风导弹的威力 让质疑的人乖乖闭了嘴 而是因为近段时间 美国与英国的军舰一直在中国西沙海域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活动 而且美国还在1月24号的时候让军舰经过了台海 这无疑是对中国赤裸裸的挑战 为什么美国总喜欢搞事情呢 真当中国是好欺负的吗 于是这次我国也不再进行驱赶 直接把200枚的东风导弹准备救去 并曝光了东风导弹发射画面 也是向那些别有用心的国家释放出一种强烈的信号 再来中国领土挑衅 小心有来无回 连东风导弹都出动了 还一次性的摆出200枚的阵仗 这却是任谁看都吓人 于是美英只好会溜溜的回家了 中国这次的行为真是太胖了 不仅让质疑的人闭了嘴 也让其他国家不敢再轻易的中国挑衅 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任人欺辱的国家了 中国现在的实力足够让各个视频很重要 希望 为什么 怎么承计 他們在眼前讲